今天很多人都问我说 蓝白合不合 不然就传讯息 对不对 每个都是在问 这样的一个问号 我个人认为 合不合现在是在 柯文哲 柯主席一念之间 因为其实国民党 我们刚才讲 国民党已经展现 最大的诚意跟善意 那刚才我们讨论 部分区名单 你想想看部分区名单 第一个是韩国瑜 第二个是柯智恩 我们已经把我们最好的 副总统人选全部排在部分区了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国民党 即使在现在 我们都希望是 侯柯佩或者柯侯佩 不然的话 不会把韩国瑜跟那个 这个柯智恩 都已经把它放到部分区 所以已经是有绝对的诚意 希望能够促成蓝白合 那所以到底合不合呢 那当然就是现在的 这个柯文哲主席 他到底怎么想 当然在最后一刻 他打电话给肖续成 说不能说破局 再给我一点时间 再给他一点时间 再努力看看 那我们当然能够理解 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 那这个政党里面 确实充斥了非常多的鹰派 那么也充斥了一些支持者 那么目前也确实他 比较不能接受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作为一个主席 他要有高度跟能力 刚讲说这个格局就是 他为了在这一场2024的选举 我们必须要达到一个政党轮替 必须要让这个国家有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未来 那所以在他的一面之间 那当然他也要去处理 就说我们常常讲说 一加一即使不等于二 但是也一定要 那个就是不能够小于一 对不对 那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简直是极尽 这种破坏之能事 那甚至呢故意放出一些消息 说哎呀如果你要合的话 你的部分区就是民众党部分区 只是要三席了 我告诉你还八席了还十席 只是要三席 你的质责通通都会离你而去 等等之类的 那在他的这个 所有的组织里面 大家都知道 其实鹰派的声音一定是最大 我们就是有太多经验 因为鹰派他可以讲的 一分点一 他可以讲的慷慨激昂 然后鸽派呢若浩你讲的话 你就是贵人家 你就是失败主义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认为 科并现在处于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而我们对于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只能期待 那别说以我们是区域立委来说 我不会去口出恶言 我也并不想在这个时候 去指责 柯文哲怎么样 民众党怎么样 民众党的这些鹰派怎么样 那么也我觉得也拜托 民众党的这些鹰派 或者柯文哲旁边的人 话不要讲到那么难听 说实在 你们有情绪 我们也有情绪 我们也有很多的人跟我讲说 哇哇你要讲啊 嘿他讲谁谁谁在讲什么 你要反驳他啊对不对 你们不能那么软弱啊 他讲的根本不对 那我们在压抑我们的一个这个情绪 我们要去安抚我们支持者的情绪 我们也了解就是民众党 柯文哲也要去安抚他的支持者情绪 但是我觉得有指标性的人 尽量不要口出恶言 我之前就在讲了 蓝白河的目的是什么 蓝白的目的如果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这样杀来杀去 那干嘛蓝白河呢 我请问我们蓝白河不是就是要让民进党就是那个政党轮替吗 如果是两边杀来杀去 最高兴的就是赖清德 最高兴的就是民进党民进党继续的在那边挑拨离间 那说实在我觉得在这段时间这几天里面 那我听到了确实让我们的支持者感觉非常刺耳的声音啦 而且那种那种指责 我不要讲我一讲就大家就知道是谁 谁在那边说的 那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口出恶言 因为也许柯文哲在一念之间他决定要蓝白河 也许在民众党跟国民党里面 当然我们知道过去有很多的理念不一定相一致 论述也不一定相一致 政策也不一定相一致 这个是未来我们要去解决的 但是这种口出恶言其结果呢 就是一旦蓝白河之后呢 你简直的奉送给民进党 他就是可以攻击你蓝白河嘛 天天在那边这个冷嘲热讽 天天在那边那个见缝杀声 天天在那边说风凉话 天天在旁边煽风点火 我觉得也并不好 不过我觉得大家提到民调的部分 那么其实有已经很多的民调专家来说话了 那我个人会认为刚才 就是佐老师所讲到的 因为在这里面排除了三份民调 当然现在在比六份民调 其实本来是有九份民调 那么九份民调里面排除的三份民调 我刚才在讲不管是东森新闻 ETtoday 或者好好听的这个关键调查 都不是国民党所提出来的 请大家那个什么 要提醒大家 不是国民党所提出来的 这是一般在一些民调机构里面 在这一段时间他们所做的民调 那老实说我觉得去排除那三份民调 我个人确实就说 因为我们自己从政也蛮久了 我至少 我选举经验应该算丰富的吧 我在一年 那一年多次进 我到明年一月四三 我选三次 选三次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像ETtoday 刚才卓老师谈到ETtoday 当时在九合一大选里面 他的民调是准确的 那我所知道的 其实ETtoday的民调 因为他在每一次选举里面 他都会做 我们也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是花钱请ETtoday的 来帮忙做民调的 就是我们在每一次 比如说我们太会四月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都还比 有的人就是用ETtoday来做民调 所以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如果在这个状况里面 你去排除了这三份民调 我觉得他们都很有 很有哑量啦 也很有风度 那否则的话 我如果是民调机构 老实说 我会觉得是什么状况啊 这什么状况 你为什么要排除我 排除我难道 难道说我不准吗 难道我是假民调吗 我觉得你去排除他 要有一定的道理啊 因为当然他讲说 要排除式化民调 就全式化民调 第一个其实我们在民调里面 很多的民调机构 仍然采用全式化民调 全式化民调 在全世界并没有认为 它是一个不准的民调 我觉得这是其一 那第二个 如果你是排除全式化民调里面 ETtoday它不是全式化民调 它里面包含了手机 它是用手机简讯 你再回国头来 那可是问题是 在我们的闲商的过程里面 针对手机 你也没有去讲说手机 一定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啊 所以这三份民调 因为恰恰巧 它都是比较有利于侯科配的 所以当然也会有人认为说 不能够说有利于你的你就采用 不利于你的你就把它踢掉 那踢掉也不是有很 就是不管是在这个民调统计上 在科学上 也不是非常有一定完全的道理 所以我个人其实我知道了 就是这三份民调公司 他们都认为说 这本来应该是科学问题 这本来应该是民调问题 但现在变成政治性的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会希望 最高的原则 我们希望能够蓝白河能够成功 这我刚才也讲了 为什么国民党 这已经破天荒了 过去从来没有的事情 明天就开始登记 对不对 我们的中常会 移到说星期三才召开 星期三才召开 才能够确定总统跟副总统的人选 我不晓得到了礼拜三 如果还看不出来的话 我们是不知道礼拜四再开一场 礼拜五再开一场 然后礼拜五四天之前 我们才能够送出去来登记 我不知道会不会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代表大家有绝对的诚意 大家希望不到最后关头 不轻言牺牲 但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也期待于 所有政治人物的格局 还有政治人物的使命感 那么更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爱什么心切 爱夫心切 爱子心切 爱主席心切 爱什么心切 那可能在发言上是有一些情绪化 但是如果未来真的会蓝白河的话 我们蓝白河的目的 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啊 不是吗 你蓝白河的目的不是对付朱立伦吗 不是对付侯友宜 不是对付柯文哲吗 不是我们要为所有的全台湾的老百姓 达成一个政党轮替 给台湾更好的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能够劫子 就尽量的去劫子 去呈前未来的蓝白河 我快速念几位观众朋友 Dolay 因为我想要请董哥帮我做一个 我一定要谈到的一题 就是港湖目前的状况 有一个自己高家瑜自我解套的方法 先感谢我们DennisNeed的Dolay 还有两次Dolay 他主要就是要讲说 为什么要这个曲解 红永泰的教授论文 一边这个打民众党 一边说别攻击国民党 那国民党就直接要求 把三份民调都加入 不要谈了 不加入就破局 不要在那边得了便宜还卖乖 感谢Kelly的Dolay说 那三份被替掉民调公开讲 哪一份应该要被采用啊 那也感谢QQ的Dolay 请问柯文哲 你的法务部长黄国昌 敢不敢查黄珊珊的哥哥黄曙光呢 应该是Bistrit的Dolay 他就说 请问分数高的 但会输给对方 和分数低的会赢对手 请问要派谁 听说猴跟郭比的时候 也是用落差 感谢我们关注朋友们的Dolay 来董哥请教一下 港湖我今天在中午的时候 看到这个消息 我很讶异 是由高嘉瑜自己主动抛出的 好我们先讲 高嘉瑜在这两天 他的脸书PO了什么 有点像是他准备要封麦了 看一次少一次的感觉 之后就会成为绝响了 这一种很悲观的态度出来之后 他今天宣布 他希望可以 也是6个百分点这件事情 故意趁在最近的这个当头 他要喊话无心带 我们来比吧 那我愿意让你6% 那赢者就代替来选这一次的港湖 董哥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高嘉瑜会讲6% 当然是趁着现在的话题 因为民众党对外讲 要让国民党6%的民调 那当然高嘉瑜本来就是很擅长 接触那种话题来扩大 那这个其实 无心带是不太可能接受的 因为无心带嫌疾 他也知道他不可能当嫌 他有两个目的 一个我是来拉你下来的 因为民进党不在乎这一席 所以无心带的场子 你看民进党有多少人去帮他 那包括在上面 PO影片的徐国勇 徐国勇内政部长才卸任 在民进党 蔡英文执政他当高官 行政院发言的内政部长 对不对 然后王毕胜 王毕特现在是卫物部的政务次长 政务不是一般的事务官 然后再看姚文治 姚文治显然是来爆老鼠烟的 鸟齿要弯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的场子高嘉瑜翻白眼 成为媒体的焦点 那他觉得说你太不过于事了 这个时候不在关键的时候 有点踹你一脚 平常没有用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对高嘉瑜来讲 他是现在仇恨值最高的 因为至少在港湖七 那我觉得说高嘉瑜 他有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他上次跟李燕秀选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非常有人耐 把票飙到十几万 两个人都十几万票 我们一般选立委 大概当选七八万票 就当选了 那一次大家用尽全力 然后那一届其实 对高嘉瑜最有利的就是 蔡英文大碗芒果干 芒果干就是王立强事件 反送中事件 那让很多年轻人就去投高嘉瑜 他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这一回合 你已经没有这样的优势了 没有这样的优势 对高嘉瑜来讲 他的伤害就会很大 那吴辛泰 第一个我要拉你下来 很明显 他从他的支持者 后他的各种讲法 大概就这样 第二个呢 第二个因为吴辛泰 这次有选 去年有选议员 他还拿一万多票 一万多票就快当选了 所以我现在出来软软身 我没有当选 我下这个议员一定当选 那我当选的话 我们 对不对 我们激进党在台北市议会 就有号召力了 就有人了 这是他的期待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佛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粗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好 初音乐 旅馆生菌 大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好 何等 作词 成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好